HELLO 柳士忌 天眼六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條隊人 這場比賽是非洲臨終空地 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形式是由遊牧形式開局的 所以大家一開始要選擇在自己的理想位置做一個開局 那開局的方法是盡量開在這個鹿犬還有野豬 最好也是要開在中間的魚池旁邊 盡量不要開在牧區的地方 因為你開在牧區的話 你要或許這些肉類資源 會距離相對來說會比較遠一點 所以是不建議開在邊邊角角的 那我也稍微講一下最近的近況好了 近況我的喉嚨受傷的有點嚴重 已經啞了快要一個禮拜 因為每天拍影片還有直播的關係 所以導致喉嚨有點啞啞的 所以大家應該有發現到這件事情 稍微說明一下 好 那先回到比賽中 那條舵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農田 非常的便宜 而且他的騎士跟步兵單位的近戰防禦力 都是特別高的 城堡時代開始會加1防 定用時代再加1防 總共是加2防的近戰單位防禦力 好 那條舵人呢 他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打這個遊俠 步兵 還有條盾武士 條盾騎士才對 還有火炮啊火槍喔 還有這個城堡的射程 都是他的精華的 所在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蒙古人 那蒙古人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打練的速度很快速 這個斑馬、犀牛 吃的速度都特別快 而且蒙古人的大洛馬 到了城堡時代 清騎兵開始 就有這個血量加成 洛馬的血量是特多 而且馬攻單位的攻擊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這也是蒙古人很強大的地方 後期組成呢 通常是打一個大衝車啊 或中投 還有蒙古圖記大洛馬 從騎兵的打法為主 好 接下來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OK 那目前看到 條盾喔 這邊是很正常的開局 而且已經卡了一個模仿 去捕魚了 那這個模仿捕魚喔 就有點像是 在打阿拉伯一樣 要去開果子的時候 好 就可以去 開這個模仿 但是如果你旁邊啊 這個沒有木頭 像這樣子可以獲取一百木頭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先開這個伐木場 避免讓你的木頭的獲取效率降低喔 那你有伐木場之後 有一百木頭 好 再去這邊開下新的一個模仿 去捕魚 那我比較建議喔 這個魚尺喔 四個人去捕會比較好 那像蒙古這邊喔 這裡還有斑馬 那就可以下這個位置喔 這個模仿 對 那打魚這些 你的鹿群喔 吃完 就可以順便吃這個海濱魚群 補震更多的肉量 這張地圖的撒農田的時間喔 是比較偏晚一點的 沒有那麼早會去撒農田的 好 看到兩邊已經差不多要來點封建時代了嗎 好 蒙古這邊有打算要撐封建 我們把這個蒙古的顏色調一下喔 這邊最近有一些觀眾 在反應這個 顏色的問題 那確實喔 沒有顧慮到這個 有可能有色弱的觀眾的問題 非常不好意思喔 有些選手們在選顏色 我就沒有去管 那紅 紅藍色應該是比較常見的顏色喔 還是這樣子選擇會比較正常一點 好 那看到蒙古這邊是拉了三隻村民 去旁邊吃這個斑馬 還有這個海濱魚群 那打算用來打一個肉馬開局喔 雖然這個軍運有點晚下喔 所以有可能第一時間 馬就沒辦法 一升到封建時代就蓋下去喔 會慢個幾秒 好 就再補一個 那兩邊都是打一個 馬就有開局喔 那肉馬開局的好處是 機動性夠強 在這張地圖確實很適合 但是 條盾這裡有個問題喔 由於他沒有 耕種技術喔 這個奇兵的跑速 能力的關係 所以條盾的騎士 跑得會非常慢喔 所以目前這張 這個開局模式 會對條盾人來說 非常難打 以文明上來說 蒙古是屌打條盾人的 所以就要來看一下 條盾這邊要怎麼反制蒙古這邊的騷擾策略 還有後期的蒙古的圖技喔 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問題點 好 兩隻獅頭看到這邊還在打斑馬 這邊稍微打了兩下之後收村 收村就是他想要的一個效果 唉唷 這邊居然 差一點拿到一村 又打了回去 這裡居然有個洞喔 好 槍兵開始按出來 但赤猴越來越多 條盾這邊也是按到了三隻赤猴 但家裡目前都已經圍好了 沒有動 好 這邊再過來 又看到這邊蓋房子的村民 結果被收掉了一村 哇 蒙古這邊的操作秀得更好一點 好 這邊兵工廠蓋下去之後 待會可能要來提升一下工房 原來這邊要升到城堡時代 還有一段時間點 喔這邊捕魚跟斑馬的村民 可能會有點危險 哇 又被殺掉了一村 現在條盾已經被躲了兩村 但是條盾這邊也擊殺了蒙古的一村 兩邊互相傷害 好 2比1的一個戰果 好 那木頭現在需求量開始慢慢變多了 可以開始撒農田了 那到了撒農田的這一段時間 就是會讓 條盾這邊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農田真的太便宜了 這一村差點被收掉 這個殘血的還敢出去 這個槍兵居然沒有在動 好 那條盾這邊順利的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 這邊有看到蒙古在挖石頭 條盾這邊應該心裡有素了 待會蒙古突騎 等等就會出場 好 這裡再補一個馬舟 那條盾這邊的打法是標準的騎士開局方式 但沒有跑速的關係 所以會有點難打 就要來看一下蒙古會怎麼應對 條盾的騎士 好 這邊手續繞沒有問題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上的 這個2100的比賽 2100其實也是非常頂尖 好 這邊補下了一個二級房 好 蒙古則是點下了品種 這邊直接撞到了槍兵 被收掉兩隻刺猴 好這裡農田繼續撒 撒得更多出來 前面蓋城堡 結果直接被騎士抓了個陣走 但還好蒙古這邊有駱駝可以使用 直接壓制了 騎士回去 好 但現在騎士現在有異防的關係 所以還是可以稍穩能扛下駱駝的傷害 但也扛不太久 後面槍兵太多 這邊騎士有點在下水餃 好蒙古這邊準備要來把這個城堡給蓋好了 城堡蓋完之後 待會就可以纏出自己的蒙古突擊了 這邊騎士可能要稍微往後拉扯 哇又被戳掉一隻 這個被戳掉一隻很傷喔 好後方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3TC Kaino 好這邊有開始安了嗎 沒有 繼續用駱駝 駱駝領域騎士的方式還是比較快一點 這裡還是可以補一個修道院 去按僧侶 僧侶修道院已經下了 但是還沒去按這個老頭 我看以後還是叫老頭好了 這個AI讓他訓練再久 AI字幕訓練再久 他還是讀出來生旅這兩個字 一定要講這個老頭 他才會辨識的出來 好這裡賭下了耕種技術 增下一下跑速的部分 駱駝有跑速就可以貼著條盾的騎士追著打 這裡只有兩隻駱駝 不敢跟三隻騎士硬打 再補了萌果圖騎過來 萌果圖騎出場之後 條盾就會很難打囉 雖然條盾有這個鋼鐵甲科技 銀罐技術 可以讓工程器單位的防禦力上升 但是萌果圖騎本身對工程器就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並沒有很好的 去讓這個鋼鐵甲的效果打出來 因為他是額外增上的關係 並不是吃防禦力 所以萌果目前打萌果圖騎 就是完全可以屌打他的遊俠 還有裝工程器 都可以 那條盾本身的工兵路線是比較弱一點 雖然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但沒有三級射 所以他的戰毛兵手還是有點短 但必要的時候 條盾還是轉出一些戰毛兵 來擋一下萌果圖騎會比較好 現在這個時候補兩個射箭長 後來他這邊可能會一直被白白射 然後還有森林過來 必須給壓力 這時候條盾點下來一級射 開始慢慢轉出自己的戰毛兵 好 毛兵開始按 先設了一個戰毛 再補一個射箭長 三個射箭長出戰毛 可以稍微抵擋住 然後我覺得蒙古這裡會比較害怕的是 條盾的金冠技術 讓自己的城堡射程變超遠 然後利用條盾自己的寶推戰術 去慢慢推進蒙古人這邊的陣地 會讓蒙古比較難受一點 這也有可能是條盾唯一可以贏的方法 好 這邊要趕快往回 欸 這裡有個木槍 好 戰毛兵過來 解蒙古圖技還是相當好用 這裡沒有在空 送掉了幾隻 好 那這兩邊的左右面板 剛好顏色是不一樣 剛好又調換了 紅色是蒙古 那右邊這邊是條盾 好 前線高地蓋了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蓋起來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條盾這邊的支援量 其實已經可以升到帝王時代了 趕快點帝王 然後繼續城堡寶推 用這個巨型頭司機開始拆前方的城堡 那現在條盾的重點 就是要把蒙古的城堡全部打爆 讓他沒辦法正常產出這個蒙古圖技 就可以做到克制對方的馬攻效果 那後續的蒙古圖技再過來的話 就用戰毛兵去解 也不是辦法 那條盾最好的方法就是 這邊轉出大量的火槍 配上這個戰毛兵 就可以有效克制駱駝 肉馬還有這個蒙古圖技的搭配 那蒙古這邊則是要轉出一些大肉馬 甚至這個草原奇妙去扛正妙 也可以輕鬆解掉我剛剛說的這個組合 所以現在就是在打冰種相克的一個對決 好這邊直接要硬上 要來抓到這一坨的戰毛兵 但後方騎士也過來 這邊直接吃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蒙古圖技現在還沒有 升滿自己的弓兵鎧甲的關係 被城堡中心射還是會爆血 但戰毛兵這時候過來 直接硬點蒙古圖技 蒙古圖技還是被點掉了幾隻的數量 但自己的戰毛兵已經要全部損失殆盡 喬盾這一波有點重傷 雖然升到帝龍世代喬盾人 還沒有辦法點下自己的重裝騎士的三級 還有這個火槍喔 精灌技術都很難點 現在戰士打得非常激烈 正面需要更多的騎士來幫忙 蒙古現在不演了 直接撞你城市中心也沒關係 那蒙古這邊也點下了帝龍世代 哇兩邊這波打得有點兇殘 但戰毛兵數量不夠多了 待會調整這邊要再補一些 巨型頭司要趕快產出來了 準備要來開始攻城 後方再補下了一棟城堡 蒙古圖技的數量慢慢穩定了下來 蒙古這時候還點下了手推車技術 經濟控到最好囉 二龍二木手推車 哇 又收掉了一瞬 呵呵呵 好 那蒙古這邊機動性還是非常好 就是條盾這邊可以補個化學 這邊增加下戰毛兵的傷害力 哇 這裡居然有洞嗎 但是有城市中心應該還好喔 這邊要溜進去可能會損失殘重 所以蒙古圖技並沒有出去 OK 戰毛兵順利收掉 這邊蒙古圖技的騷擾 好 這邊騎士的數量來到了19隻 正面三巨頭 直接架了起來 第四台巨型頭司機也在後方 開始攻城 讓蒙古這邊城堡全部雨落 好 下方又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不知道條盾有沒有發現 好 現在在專心攻擊正面的城堡 蒙古一升到地龍四台 點下了縱裝駱駝還有化學 三級一色 增加一下蒙古圖技的傷害 但是現在要點蒙古圖技的經驗 會有點困難喔 所以待會才會再補下 好 正面果然 條盾慢慢打了過去 這裡最好是一路寶推過去會比較好 但條盾這裡並沒有挖石頭 這就有點危險了 後方也沒有安全的石頭可以挖 只能挖這個地方 或是上面這裡 還有上面這個地方 都是偏外圍的部分 好 下方騎士看到挖石頭村民 就圍得很快 騎士決定不抓 好 回來正面拯救一下 但這邊 劇情投石機其實打得很保守 並沒有拆掉城堡之後 馬上就開始往前推進找下一棟城堡 好 特別蒙古人生好了三級攻 讓駱駝的傷害提到最高 防禦也最好 好 蒙古圖技的數量來到了 20隻左右 這裡補下了級兵的升級 調整突然轉出了步兵的升級 那級兵這個單位 打駱駝是相當好用的 所以很多的遊俠國 都會打這個遊俠配級兵的路線 那級兵也是拿來打駱駝很好用的一個單位 對 調蹲這樣打目前是沒問題 但是他的陣地沒有辦法繼續往前推進 不會讓蒙古人過得太舒服了 轉出驚人蒙古圖技之後 就不太好打了 好 下方這邊慢慢建立了起來 還蓋了幾個馬舅跟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要來產出大衝車 開始頂這邊的房子 然後浪馬就可以進去弄了一波 調蹲就會很難受 哇 這邊巨型投屍機稍微被抓到了一下 後面戰寶兵數量其實蠻多的 努力想要抓掉蒙古圖技的數量 後方大洛馬一直上前 不是大洛馬這個駱駝一直在追巨型投屍機 追掉了一台之後 後面戰寶兵這邊打掉了非常多的魔物突進 這邊的騎士也是解決掉了非常多的駱駝 但駱駝數量還是很多 即便的數量不夠支持這邊的戰場 巨型投屍機可能要被打退了 好 這邊直接架起來要來反制巨型投屍機 哇 這一波是蒙古的大爆射的獲射 這裡秀的很不錯 這時候條蹲點下了遊俠的升級 這個遊俠能夠拯救世界嗎 好 這種城堡 要守住需要一段時間 好 騎士沒有空好直接上前 要送光了 遊俠還有3秒 準備升級好 還是3級攻還沒有補下喔 好 條蹲這邊沒有3攻 傷害輸出還是有點變差了一些 好 魔鬼這邊開始轉出了大肉碼 當作肉盾在前面砍傷害 好 條蹲之中城堡可能會有點守不太住 後面村沒有在修 但是左邊已經入侵進來 大通車已經頂爆了右邊的房子 駱駝跟肉碼都開始往前突進 這邊站追蹤城堡 也快收不回來 養巨頭繼續攻擊 這邊直接GG了這場比賽 哇 蒙古人這邊打一個雙線進攻 打得蠻漂亮的 非洲臨終空地 這個打法真的是蠻特別的 果然跟這局共產差不多 蒙古這邊的打法就是用蒙古土技加上大落馬 條蹲則是用騎兵配上遊俠 但沒有石頭關西 陣地戰沒有辦法繼續往前推 讓他的侵略能力 或是讓蒙古受傷能力下降了非常多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蒙古這邊拿到大獲全勝 最近人家也有手推車什麼都有 基基樣來說前期也是蒙古人比較好 最近他這個打力也有這個實務加成 而且還是拿到四勝過 那這場比賽也是蒙古打得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遇到馬國的時候也是會轉些駱駝出來 重點是蒙古圖技的數量一直沒有低於大概十隻 至少一直維持在十隻以上的數量 讓他一直有後方的弓兵 可以盡情的輸出 前放其次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